從今年八月開始調查由林世主憲的作品集團 和美婚教警察隊經過百年外來調查 落下了到幾十名的評判 並且順利控制鄉親受騙 評判不法收到高達四千萬 專案依照去頂嘴向他送發辦 這個就是冒充檢察官 然後要去監管人家的帳戶 他的現場 我們調監視器發現的 他的生命 就是騙現金 騙帳戶提款卡 現金騙到提款卡之後 他就拿被害人的提款卡去做提供的動作 抗亡的車手還在補充被害人的財物 警方之外 原本隨著毒品案 卻以外發行那個詐騙集團 在在大中華地區喚案 專門於詐騙鄉親審判點心也請問何行判 各自檢察官金管會頂頂機構 讓被害人心來驚訝 行為相當抗亡 本分局於105年8月間 在偵辦毒品案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集團 另外假借那個假警警詐騙的一個機制 來從事詐騙的行為 那本分局立即展開立案的一個偵查 在數月間的偵查中 查獲靈性刑犯為首的詐騙集團 總共11個成員 其中不華成員就是有未成年的一個少年 來從事車手的一個工作的提令 本次的犯案的一個情節 是以假冒中華電視的名義 來向我們的國人詐騙說他的手機 有遭到到達等犯罪機制 全案我們以詐騙罪嫌 將11人全案移送 張華地萬少年法庭偵辦 警方指出 這個詐騙一團專修 約不成年年年年年年人 擔任車手 還有一中間公司控制 又怕黑吃黑 所以每次行動都兩人做會 而且採取 條Comission的制度 鼓勵車手行判 不過警方提示 政府正在進行修法 強化相關犯罪行政 千萬無堂醫生企劃 新中華新聞將帶進 何美蔡宏博都